你何必毁了他一个春节呢 我过完我一般初八回来初九就看你了 哦 捐钱向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 这也是一种慈善 至于他能不能理解那是他的事 对 佛祖也不能感化 捐钱向的人 善呢不是说像您说的 不是说捐钱要一个一两个 对对对 而是那个心 就做这么一点小事 对 这点事能够体贴 已经是善 你在员工的心中肯定是模范老板的 那也不 那伙计怎么看你 说员工也许认为我不是老板 不像生人 不像生人 可能这个对一个做企业的人 就是一个蛮高的评价了 作为老板只能是尽可能的 做足自己的本身 我经常跟我员工讲 中国人对 就是我自己的信条 是理性的处理感性问题 感性的处理理性问题 对 也许可能就把感性和理性本来不是对立的 不是对立的 是互补的 对对 太多的理性 这人就硬帮帮冷冰冰 对对对 太多的那个感性 这人变成情绪化 情绪化 会冲动 对对对 就等于吃素菜跟吃肉一样 两样都要吃 比一等 合理分配 对对对 非常好 欣赏 赏不赏 未来十年 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 你不能退久了 这个陈总 你下一步 您跟营销 有什么大气 我看你从这个 吴定向风 吴赵胜有招当中 很难让人想到 你下一步是什么 其实我们下一步 已经很清晰 我们公司呢 目前言归要讲 是有三大板块的 从三个方面去做的 刚才讲的 行赏 神不赏 这神上面来说 都是跟同种网友关的 对 但在板块分割上面 我们是有三个板块 一个是我们传统板块 就是食品板块 以祝国南酒和 茂德国香辣酱 这个吃香喝辣 肯定是我们这个 食品板块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权利 在走 那另外一个板块的话 就是我们的文化板块 我们旗下 还有一个茂德国文化公司 可能现在在做一些画剂啊 还有准备筹拍一些电视剧 另外可能还要做一些 就是纪录片 因为我觉得中国 接下来这十几二十年 可能也是蛮有意思的变化的 对 所以我社会变迁 怎么样记录下来 用我们的角度 去记录一些东西 对 可能也比较好玩 对 所以我们下面 文化公司可能会在这上 因为我们文化公司 也承载着 传播我们雷就文化 整理一些 我们所需要的 跟我们企业的 一些工艺性的东西 也是文化公司 在承担这块的东西 在做 这是第二个板块啊 那我们下来 我个人未来十年 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的老家 这个我的理由板块 就是雷州文化的传播 以红阳外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三个板块 也是我未来十年 最重要的 经历要放在这块 相反可能最重要的经历 不是四江和大 四江和大 我已经有一个神厨的团队 在找了 解决了温饱以后 要在精神上上一个阶梯 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呢 你不能退休了 还有更精致的使命 如果你退休 不光是雷州人的损失 中国人的损失 那他不敢这么讲 到将来可能是世界文明的损失 哇 那太高了 那陈总 我祝您大展通图 谢谢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再见 谢谢